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十多天之前呢 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显示我在这个加拿大呀 开荒种菜的这样的一期视频 那有很多朋友呢 就非常感兴趣 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 就要求我呢 把整个种菜的过程展示给大家 那我也是特别乐意 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 因为这个经历啊 确实是让人很愉快 很治愈 那后来呢 我就去这个苗圃里面呢 去买了这些育种的东西啊 大家看这个盘子里面 一个一个的这种小圆饼 像饼干一样的 实际上呢 是育种的这个土块 这些土块呢 它是遇到水了之后啊 它就会膨胀 就会啊 这个保湿的功能就非常好 然后呢 等它膨胀起来 大概是能够长到 两三倍大 好 现在大家看一看 它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它已经胀起来了 这个时候呢 里面水分很充足了 就可以把种子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是血豆 血豆的种子 这个种子呢 不需要这个放得很深就 按在这个表面上面就行了 它这个根呢 就会继续往下去长 我家以前是被下放到过山区 在那个山区里面呢 都是每一家都有一块滞留地 我们家的大人呢 都是自己种菜的 但是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小 只有不到十岁 所以说就没有去学种菜 对这个种菜没什么经验 第一次种菜呢 是在八九年之后 那个时候啊 有一段时间 我不想工作 就到一个朋友家里面 他是在郊区啊 当菜农的 在那儿去帮他种菜 在那儿帮他种了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段时间呢 真是非常的享受 对那种这个农村的生活方式是非常享受 真是有一点了 乐而忘返 但是后来呢 因为朋友要叫到北京去 要去这个 从事一些这个反共的民运的活动 所以就离开了我那个朋友的菜园子 后来呢 一直都很怀念那种生活方式 到现在还是忘不了 想起来呢 还是觉得那算是 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好在 现在我又开始可以啊 这个忙里偷闲啊 又开始可以这个苦中作乐 好 现在种子都已经放下去了 要把这些名字 蔬菜的名称要给他写上 要不然呢 等他们这个苗子长出来之后啊 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了 到时候种的乱七八糟 那也不行啊 种子下完了之后啊 我就把这些育苗盘搬到室内了 温度比较高 五天之后 种子就开始发芽了 一丁点 刚开始只有一丁点 但是呢 长起来非常的快 再过了两天 这是七天以后的情形 到了第十天的时候 就已经长得这个比较高了 再过十天 我就可以把这些苗啊 就可以摘到地里面去了 上一次呢 就有朋友跟我提意见 说你这个围栏呢 还要把底部再加固一下 把底部呢 也用木板把它盯好 这样可以防止兔子 虽然我这个地方呢 我搬过来之后 从来还没有见过兔子啊 但是呢 这个提议我觉得也挺好 把底部也给用木板呢 加固起来之后 第一个呢 是防止这个小的野生动物 以免它们进去 另外呢 看起来也美观一些 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 上次还有朋友留言说 说我这个围栏呢 高度不够 说这个鹿啊 一跳就过去了 大家放心 鹿不会跳的 因为对鹿来说啊 它这个蔬菜是它的食品 但是呢 它主要的食品是草 它实际上吃蔬菜的时候 也就是把蔬菜当成草吃的 那如果是有了这么一个围栏 它就绝对不会啊 说是为了一口吃的 还要把这个围栏冲破 或者是跳过去 鹿不会这样子的 说这个话的朋友啊 一听就知道 是没有见过野生的鹿 我这个地方呢 鹿还是比较多的 经常来后院 我也喂过他们 等到下一次 他们再来的时候 我一定把他们呢 鹿下向来 跟大家来分享 这边的鹿叫做白尾鹿 这个长得也是非常好看的 一般来讲都是三四只 两三只一起来的 就是一家子一起来的 这个后面的这些森林里面的路非常的多 我是刚搬到这里 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这是第一次种菜 以前呢 种菜的经验在这里 可能有一些不管用 因为这里的这个气候条件和这个土壤环境呢 跟我以前的 我们老家乡下的那个不一样 所以今年的开辟的这块田呢 算是实验田 只有300英尺 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半分田 这块地呢 大概能够生产 150到200斤各类的蔬菜 这个足够我吃大概三到四个月了 等到将来有了经验 我可以再把这个菜园子把它扩大 扩大到一倍 两倍 三倍 扩大到三倍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全年的这个蔬菜 至少是90%以上的蔬菜 我都可以自给自足了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冬天怎么办 因为加拿大这个地方冬天很冷 它是这个长不了蔬菜的 这个加拿大的生长季节 全部加起来 也就是五个月左右 那么还有七个月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在邻居家呀 到他们的地库去看了一看 那个地方摆了好几百罐的 这个罐头 都是他自己做的蔬菜罐头 都是从他自己的这个菜园子里面 这个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吃不完的菜 他就全部把它做成罐头了 而且这种罐头呢 它是没有加任何防腐剂的 是纯天然的 就是把它加温 加温了之后啊 加一点点盐 就在那保存 可以保存两年时间 我还拿了一个尝了一下 味道还真的是不错 跟新鲜的这个蔬菜呀 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跟市场里面 卖的那些罐头不一样 里面没有加什么很多的糖 很多的盐 没有 所以说味道是相当新鲜 用这种办法 可以保障 这个全年的时间 蔬菜基本上自给自足 那么同时还可以再做一些这个泡菜呀 腌菜呀 味道也是相当好 所以说这个菜篮制工程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程 要做到蔬菜的自给自足 是非常容易办到的 大概一个人呢 只需要两分田就行了 甚至是要做到主食都自给自足 也并不是很困难 再开辟这个一亩地就行了 一亩地呢 如果是种麦子的话 一般来讲 产量应当在六七百斤 即使是这个地方土质不行 或者是气候不行 怎么也都有五百斤的产量 五百斤麦子一个人一年还吃不完呢 现在我在做的呢 是把这个土啊重新再翻一遍 让它呢 更加疏松一些 第一次开荒的时候用的是铁锹 用铁锹呢 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土块呀 就没有把它打碎 那么这次用这个铁叉 就把这些土块啊 全部打碎了 然后让这个土壤的透气性比较好 适合蔬菜的生长 今天天气确实是不错 白天呢 都有十五六度的这个温度啊 非常的温暖 阳光灿烂 周围的这个树林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 蓝天白云空气非常好 这地方啊真是不错 真是没有来错地方 比住在大城市里面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后院的景色 我记得以前下雪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过一次雪景 现在春天来了 看一看春天的景色 重新开始翻地 实际上啊 一个人哪怕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啊 在最这个原始的技术条件下 要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的需要 也是非常容易的 吃的这是最重要的 人生存的必须的这个食品 很容易就能够得到满足 哪怕是这个一个很普通的人啊 只有简单的工具啊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在梭罗的那本书里面 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啊 他说他一年呢 就是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生产了足够的吃的东西 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其他的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他就在读书啊 或者是写作啊 或者是在山间水滨流连忘返啊 享受生活啊 这是人本来应当有的生活方式 但是呢 大家看一看历史 过去这几千年以来 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 都有很多的人受苦 有很多的人呢 在挨饿 有时候大饥荒 还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人的死亡 这么容易满足的一个生存需要 为什么还会有人死亡呢 主要就是因为人对人的这种剥削 人对人的掠夺 在人类历史上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那些掠夺者压迫者 他们日子过得好 但是真正的劳动者 反而啊 这个一不必体 十不果腹 主要是制度的原因 所以说人 最大的敌人 就是这个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 也只有 在民主制度产生了之后 这个人对人的剥削和 这种掠夺 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 大多数时间呢 都是强盗当道 那现在的中国还是如此 你不管这些人 这些统治者 他们说的多好听 他编出什么样意识形态 这个谎言 但是本质 很清楚 很简单 他们就是强盗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掠夺那些劳动者 劳动者本来按照自己的能力 哪怕是能力最差的 就像我这样拿一个简单的锄头 做一做也可以满足生成的需要的 但是呢 因为那些统治者的存在 所以说他们必须得到工厂里面 到流水线上面 到所有的那些 这个劳动的场所去出卖苦力 而且日子还过不好 还要忍受非常多的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还要忍受很多很多的暴力的对待 那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原因 所以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世界上有一种民主制度 可以让这种现象得到抑制 那么最终 这种民主制度越完善的地方 发展到完善之后 这种现象 基本上绝大多数能够消除 就像现在我所生活的加拿大 在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可以 这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愿意拿自己的能力 体力去跟人家交换 我去到工厂里面或者到公司里面去上班 那可以 那是一个这个自由的交换 如果是我不想跟你们交换了 我就退回到我这一块地上面 那我也可以日子过得相当的不错 甚至是包括建房子 都是可以自己做的 我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 在八九十年之前 他的这个祖辈和真祖辈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 加拿大人都是自己建房子的 而且他说呢 建出来之后 实际上居住起来 也并不比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 这种房屋要差 我刚才又把这个地重新平整了一下 因为把它翻起来之后 看着有一些不是太整齐 到时候下种的时候 有一些种子闹得 这个土地里面比较深 有些比较浅不行 所以要平整一下 就等着再过十天 我就把这个菜种下去了 这是菜园子旁边的这块草地 现在开了很多的野花 但是今年呢 因为这边的这个政府说 蜜蜂的数量很少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不要捡草 就让这个野花呀 要遍地盛开 让这个蜜蜂能够很容易找到食物 所以说今年呢 我连春天的时候捡草都免了 到了夏天的时候 等到花开过之后 我再把草捡一下 这个野花看起来也是非常漂亮 现在呢 这个有一些落叶树种啊 现在都开始发芽了 这个红色的 这就是枫树 现在刚刚发芽 加拿大的春天呢 虽然是来得迟一点 但是呢 还是生机盎然 还是无限美好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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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